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流行音樂四甲的學生 然後我們今天要來介紹演唱會燈光的大解密 然後今天這位是負責講解的 好 我們現在要先來介紹燈的種類有哪幾種 我們現在目前這邊看到了 這上面是LED part 它主要是染色 染色用的讓舞台要燃人 因為它是大面積的 然後這個是電腦燈 它是擦衫 然後它是可以做一些光束效果 然後下面這個也是 這也是LED等等一種 但它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可以一顆一顆孔 然後它也是可以放大縮小的效果 所以其實它會有不同的角度 它可以做出光束感 但也可以做出染色的效果 那要不要講一下它是怎麼這樣穿著 它主要就是它就是 我們每顆燈都要有電嘛 一定要接電 我們現在是每顆燈都已經有接電的狀態 然後 所以是先從插頭開始 對對對 然後進他們自己的電源線 然後進燈 然後我們訊號的話 其實就是一顆接一顆 然後因為我們訊號是從那個空檯發射過來的 對 所以它就是空檯那邊是DMX OUT 然後過來是DMX IN 因為它這邊是出來 所以它這邊叫 OUT 然後這邊叫 IN 然後所以這邊 它這邊就會有這個是 IN 所以這個是從這一條線是從空檯來的 對 然後訊號就會從空檯跑到先跑到這一顆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 OUT 對 所以這個再接過去的話 所以它會訊號先跑到這一台 然後再跑到那一台 這樣子 好要不要講一下訊號 這是 就是你可以插很多個訊號件 比如說它現在每一條 比如說這條就是上面的LED之類的 然後這條是 電腦燈 就是你可以分成三個線 然後到最後 因為我們 要是我們分三個線 然後我們又要 三條線一起跑去空檯的話 其實這樣會跑一個線 所以進那個 的好處 是它可以把它集合起來 就變成 它變成 三條接 最後集合成一條 然後再去空檯 現在這條 現在這條 其實就是從剛剛那邊的燈 訊號分配器過來的 然後 它就會進 像我剛剛說 空檯是DMX OUT 所以它這邊就寫DMX OUT 這樣子 但是它空檯其實是 它其實是 五頻的 就它其實它 要有一個轉接線 這樣子 三頻長五頻 對對對 它有一個轉接線才可以進到空檯 然後就是一樣 一樣都要有電源 然後 這個是進電腦的 我們要有軟體才可以去控制它 我們要有ML軟體才可以去控制它 好 所以我們也要接一台電腦 你可以講什麼配嗎 什麼配嗎 因為它一顆是 八圈 所以它 比如說第一顆是101的話 第二顆就要109 它每一圈都是由它自己各自負責的 這個 它就是 它就會說它是八圈的 然後它就會說它每一圈負責什麼 比如說第一圈是DMX 就是亮度 然後第二圈是Shutter 就是它的那個閘門 然後第三圈是 第三圈是 RGBE RGBE的意思是 R 它就是控制R 然後第四圈就是 G 然後第五圈是B 然後第六圈 這個應該是W 因為它還有包含V 然後這個是 這也是 一種 因為 MA的 應該說燈光可以有很多種 顏色的控制方法 可是我們 一般來說 我比較習慣還是會用RGB圈 這樣 所以它就是總共八圈 這個燈就是八圈 這樣 這是我們已經 我已經配好的畫面 就是它其實就跟上面 長得 是差不多的 就比如說 因為我們一般人 家裡應該不會也不會有燈具那些 就是 你可以 自己 進 這個是MA3D 它是一個 就是 它們兩個是可以連起來的軟體 然後 這些軟體都可以在廣東下載 就是都免費這樣 然後 你就可以自己去開燈 然後 去從3D模擬看 燈光的效果 就不用 就不用 一定要現場的真心 這樣 這個是 上面 最上面的染色巴殼 有一滴染色巴殼 然後 比如說 我現在要讓它開燈好了 我現在要讓它亮起來 第一個 是DMA DMA就是亮的 然後 然後我把它打到100 欸 不用到100 不用打50 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很緊 然後它現在是沒有亮喔 是因為我們現在沒有給它顏色 比如說 我們今天 想要紅色好了 那我們就 給它紅色 它就會亮紅色 它DMA只是單純控制亮度 那你要有顏色出來的話 你還是 要自己 開 那電腦燈 插3嗎 電腦燈的話 電腦燈它也 它 它比較不一樣的是你打開 你們第一次打開 它就會 這個是快捷鍵 欸 它在控台上面 是 ETER 就是 亮度全開 的意思 但其實不用開到這麼亮 因為 因為我們的地方會少些 哈哈 因為它是集中點 對對對 它很集中 它那個光速會 有時候就是 很像我們在這麼小的地方的話 它就會 所以自己不用開到這麼亮 你可以去控制那個 點頭搖頭 Pan就是搖頭 Tail就是點頭 我現在去動 它現在是 我現在是動Tail 所以它現在是點頭 所以它是這樣 然後 如果你要控制搖頭 就是你要讓它抄我們好了 那我就是先把它擺整 擺到我們 朝我們之後 然後再轉 點頭再轉 哦 好我們謝謝我們今天的講者 然後呢 最後別忘了訂閱FB IG 跟這個YouTube 我會把連結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然後呢 最重要的是 我們4月8號在台南唱 4月18號在台中唱 4月25號在台北唱 然後我們會舉辦巡迴演唱會 我們不見不散 掰掰 掰掰